第116集 不经禅寺 上一集咱们正说到 二十八星宿中的四目秦星下界 帮助孙悟空降服了三只千年犀牛经 救出唐僧 解了金平府百姓年年供奉灯游之苦 又度过了一番劫难 修整了一番 师徒四人这才又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其实走到这儿啊 离灵山大雷音寺可已经不远了 往前每走一步 师徒四人都不约而同的心中激动 包括看起了毫不在乎的孙悟空 和没心没肺的猪八戒 经历如此多的磨难 是啊 眼看着取经大业快要达成了 心绪如何能平静得了啊 唐僧一边走 心中一边默念佛祖保佑 保佑我们师徒接下来的路程平平安安 不要再遭苦难 可是啊 这就叫自古天难遂人愿 唐僧可想不到 接下来的路途依然充满了坎坷 一个新的劫难就在眼前 话说师徒四人风餐露宿 小行夜住 日夜兼程又走了半个多月时间 这一天又来到一座大山之下 唐僧抬头观看 不觉叹了口气说道 哎 徒弟们啊 为师看眼前这座大山 山林陡峭 来者不善 恐怕又不知有何妖邪存在 咱们可要多加小心啊 孙悟空笑笑说 嘿嘿 师父说的哪里话来 咱们师徒自东土大堂一路走来 已然走了十四年了 一路上什么风雨没见过 什么妖怪没遇到过 如今就快要到了 师父该格外打起精神才是 就算这山上有妖魔鬼怪 豺狼虎抱咱们师徒也要闯过去 因为西天大雷音寺和如来佛祖就在不远之处 听了孙悟空的话 唐僧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了头 悟空说的是啊 是为师见大功德就在眼前 反而有些瞻前顾后 罪过罪过 咱们且上山去 说着他一拍白龙马 师徒四人坚定地进了山 沿着盘山路走来走去 走去走来 又翻过了几座山岗 你还别说 妖魔鬼怪倒是没遇到 前面倒是闪出来一座寺庙 看那寺庙不大不小 却也是琉璃碧瓦 八字红墙 隐约能看到寺内苍松脆百 听到寺中流水潺潺 再看山门倒是没关 大开着这山门之上嘛 横着一幅牌匾 牌匾上书四个大字 不经禅寺 唐僧在马上看到这四个字啊 先是一惊而后沉思了片刻 开口说道 徒弟们 看着不经禅寺四个字 难不成咱们师徒已然来到 传说中古舍卫国境地了吗 猪八戒一听说道 奇怪 师父 我们跟着您取经这一路 十几年了吧 没见您认识过路 怎么今儿到这儿 反而认识路了呢 八戒您有所不知 不是为师认的路 而是为师从经书中看到一个传说 当年古舍卫国有一位孤独长者 想请佛祖在一座花园讲经 可那座园子属于当时舍卫国王子所有 王子不想卖这座园子 便出了个难题给这位孤独长者 说若要买这座园子 除非黄金满布原地才可 未曾想 这位孤独长者真的达成了他的要求 以黄金为专 布满原地 太子没有办法 这才把园子卖给了这位孤独长者 让他请来佛祖就在此地讲经 这不经禅寺便是由此而得名 为师本以为这乃是一传说而已 未想到今日咱们却真的遇上了 善哉善哉 啊师父 果真有这事 那咱们快进寺里头看看 说不定还能撬他两块金砖傻的 八戒 不得胡说 玷污了这佛祖讲经之地 你们且随我进寺吧 说着师徒四人进了山门 这一进山门呢 才发现里面可真够热闹的 什么挑担的 背包的 推车的 各色人等 有的坐在地上休息 有的三个一群 两个一伙 说着话 看到唐僧师徒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观看还在底下嘀咕 哎 你们看哎 这四个和尚真奇怪 走在前面那位长老 你看人长得 一表人才 再看后面这三个 真吓人 不知道是人是妖怪啊 是啊 我说咱可躲远点啊 孙悟空还没说什么 猪八戒不乐意了 哎 我说你们看什么看 我没见过 长得像俺这么英俊的吧 我少见多怪 人群里还真有个把调皮的说道 是啊 我们师妹见过长得像您这么英俊的猪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大戒不可造次 任他们说去 你休要理睬就是了 师徒四人说着 可就来到了大殿之前 早有一位禅僧走出来迎接师徒四人 看这位僧人却也是仪表堂堂 谈吐不俗 唐僧赶紧下了马上前说道 阿弥陀佛 这位长老 弟子陈玄藏 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 要往那西方灵山大雷音寺 求取三藏真经 路过这不经禅寺 特来拜会 说着一纸身后 这乃是我的三个徒弟 悟空 八戒 和悟尽 那僧人一听也赶紧双手合十说道 阿弥陀佛 原来是大唐高僧驾临 师径师径 快快请进 这才又把唐僧一行让进殿内 分兵主落了座 又让小和尚奉上茶水 这才说道 敢问唐长老 从大唐朝来到我这天诛过境地 一路可走了多久 啊 不瞒长老 我师徒从东土大唐启程 一路跋涉千山万水 到今日 已经历经十四个春秋了 呀 唐长老一片虔诚之心 可敬可悲啊 不知这一路上 可还好走啊 唉 一言难尽啊 这一路走来 可谓千难万现 若非我这三位有能耐的高徒 在身旁保护 贫僧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那传僧听了连连点头 唐僧忽然想起一件事 问道 啊 长老 贫僧还有一事不明 要请教一二 不知山门之前 人和聚集了如此多过路之客 他们是有什么事情吗 哦 长老 有所不知 我这山 换作白角山 近日 不知何故 生出几只蜈蜈蚣精来 专在夜晚商人 我这山下 有一座棺 换作鸡鸣棺 那些客商路过此地 看天色已晚 不敢过山 因此 全且住在我这寺中 等到第二天 鸡鸣之后 才会上路啊 哦 原来如此啊 猪八戒一直在旁边听着 这会儿开口了 我说长老 师父说 您这儿就是 佛祖讲经的那个 那个 布金禅寺是吗 这儿真有金砖铺地 我怎么没看见啊 那长老 笑了 哈哈 这位长老 有所不知 我这寺院 是后建的 在这寺庙的后院 就是原来 孤独长者 所买下的 那个园子 那里 才是真的 布金禅寺 只不过 年头久了 园子只剩下一只 早就没有 您说的什么 金砖铺地了 可是有时 遇到下暴雨 还能淋出些 金珠子来 也有人捡到过 唐僧说道 原来如此 不知长老 可否带我们去 看看那园中的遗址 也算圆了 平僧 一个心愿 哦 唐长老 这个荣业 你们可跟我来 说着五个人 站起身来 在这位 禅僧的引领下 穿过了几座大殿 来到 布金禅寺的后面 见另有一座山门 看起来 显得很古旧 门被大锁锁了 那长老拿来钥匙 打开了山门 在前头引路 师徒四人 这才进到了 这传说中 佛祖给孤独 长者讲经的园子 但见里头 没什么特殊的 只是一块空地 有几个房间 还有一些残垣断壁 一看就是 年久失修所致 五个人在里头 走了一阵 忽然听到 有一女子的哭声 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的传来 那哭声 十分的凄惨 哭声中 还夹杂着些话语 好像是说 想念家中的 父王母后什么的 唐僧师徒都听到了 感觉十分诧异 于是便开口问道 长老 贫僧听到 有一女子的哭泣声 好像就在这院中 可不知是贫僧听错了 还是另有他顾啊 那长老倒是也没有隐瞒 叹了口气说道 不满几位长老 这园中确实观着一个女子 话说那是几年前了 老僧当时正在这园中 打坐念佛静心 忽然一阵大风刮过 风过处 却留下一个女子 这女子长相貌美端正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在这园中哭哭啼啼 老僧十分纳闷 于是上前询问 那女子边哭边诉说 说她正是天诸国国王的女儿 当日在月下观花 不知为何 就被一阵风刮到了我这园中 想来是为人所陷害 希望贫僧能收留她 以便将来能找个机会 跟她那父王和母后团聚 哎 贫僧看她实在可怜 便好心收留了她 只是 我这是座禅院 向来没有女子 没有办法 便把她锁在园中 一座空房子里 每日给她送些吃的喝的 对寺院中的其他人 便说 是我在后院中 关了一个妖孽 让他们都不得靠近 如今唐长老您来了 老僧正有一事相求啊 就是这女子之事 我这里离大天诸国国都 已然不太远了 还请唐长老路过国都之事 帮忙探听公主之事 看是否果如那女子所说 是有妖孽陷害于她 如若真有 还请唐长老和几位高僧 广施法力 还那女子清白才好 唐僧听那女子哭得悲怯 心中也十分不忍 于是点头称事 孙悟空在旁边 虽然一直没有说话 可是此时 却也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而且心中已然有了算计 话说五个人又聊了一会儿 天色已晚 这不经似的禅僧便安排师徒四人 到偏殿休息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天色还未亮 便听到了鸡叫的声音 那些客商便吵吵嚷嚷地起来了 准备行李马匹 要过山进关了 唐僧师徒呢 也被他们吵了起来 于是也便收拾了行李 又草草吃了些斋饭 便随着人流一起 过了这白角山 还真是鸡鸣一起 便毫无问题了 众人过了山 又顺利走过了鸡鸣关 一路无话 话说这一日 前方出现一座巨大的城池啊 那城墙高耸 城头是彩旗飘扬 士兵林立 远远望去 真是一座铁瓮金城 神舟天府 城门上方高悬排扁 上书大天竹国 四个金色大字 唐僧一箭兴奋地说道 徒弟们快看 向来这便是那 大天竹国的都城了 果然是锦绣繁华 非同繁享 我们快快进城去吧 说着师徒四人 随着密集的人流 可就进了这 天竹国的都城 走到大街上一看 那就更繁华了 比起大唐朝的首都长安城 也毫不逊色 人来人往 买卖兴隆 百姓都面露笑容 是安居乐业 看得唐僧也是 嘖嘖称赞 话说师徒四人 沿路打听 很快便来到了 金庭管义 说明了来意 那一成不敢怠慢 把师徒四人 让进管义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唐僧便问那管义 这天竹国 如今是哪位国王在位 又是什么年号 那管义笑着回答 圣僧有所不知 我们这大天竹国 从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传下来 到今天已然历经五百多年了 现在这位皇帝 乃是宜宗皇帝 最喜爱山水花卉 国号叫敬业 到今年也已经在位二十八年了 哦 原来如此 敢问贫僧现在便想去拜见国王陛下 要烦劳陛下为我们师徒捣唤官文 不知可合适吗 那一成一听笑了 哈哈 唐长老啊 这时候去正合适 因为近日国王在位公主殿下招选驸马 公主殿下正值二十岁 正是青春年华 国王在王宫外十字街头 高搭了一座彩楼 要公主在彩楼之上抛绣球 问天意 谁拿到公主抛出的绣球 谁便是公主的驸马爷 今天啊 正是公主抛绣球的日子 国王今天一直在朝上 并未退朝 唐长老此时去正合适啊 唐僧听了大喜 立刻便要动身 此刻孙悟空眼珠一转说话了 师父 这公主今日既要选驸马 这王宫内外 必然人流众多 吵闹无比 还是让老孙 保着师父去吧 路上也有个照应 唐僧点头 好吧 悟空 那咱们就此启程 话说孙悟空的心中啊 早有了算计 别的他也没说 带着唐僧便出了金庭管义 师父两个按照义承所说 赶奔皇宫而来 快到皇宫时 远远就见一个大石子路口处 高搭着一座彩楼 是张灯结彩啊 楼下是人挤人 人挨人热闹非常 想来就是义承口中所说 公主选驸马的彩楼了 唐僧正要继续往前走 孙悟空说话了 师父 俗话说得好 既来之则安之 咱们既然赶上了 不如一起过去看看 看看这天竺国公主 如何选驸马 兴许她抛个绣球 还能砸中师父您呢 嘿嘿嘿 悟空不得胡说 为师只一心向佛 其他一概不考虑 再说了 那公主好端端 怎会抛绣球给一个和尚 真是毫无道理 咱们还是趁天色上早 赶紧进宫去面见国王吧 哎 师父 难道您忘了 不经禅寺中那个女子了吗 师父不是答应那长老 要多方打探公主的消息吗 如今那天竺国公主 就在那彩楼之上 我们正可去一探究竟 师父以为如何 唐僧一想也对 于是转念说道 啊 既如此 那就依你 悟空 咱们且前去看一看 师父二人可就没进皇宫 而是转向那热闹的十字路口 去看公主抛绣球选驸马爷 唐僧可不知道啊 当年这位天竺国现任国王 因为喜爱山水花卉 经常带着皇后妃子 并一众公俄才女 在御花园月夜赏花 话说那一日啊 忽然有一个妖精趁虚而入 趁着夜色一阵风 把国王的公主给挂走了 自己呢 假变作公主 混入了王宫 如今那妖精算到 唐僧师徒今日定要路过 这大天竺国都城 因此才早做准备 让国王以招选驸马为名 搭下这座彩楼 就为了专等着唐僧前来 好设计困住他 然后要借唐僧之力 帮助自己修炼 好达成太乙上仙的成果 话说此刻那妖怪运神力 早看到唐僧和孙悟空 远远朝着彩楼走来了 于是马上吩咐宫女 准备好绣球 就等着唐僧来到彩楼之下 这些唐僧是全然不知情 跟着孙悟空可就来到了彩楼之下 混在了人流之中 话说那妖精 这才要抛绣球 选驸马 唐僧才要被困天竺国 我去看唐僧